声闻戒理论上不互用 为什么呢 因为声闻戒戒体是有分别的 这很深奥了 听懂的人就听懂 听不懂的人当作记录下来 未来的人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说法就是解方 古来没有把这些道理全部综合运用 那现在我把它综合运用 留给后来人用 声闻戒比如说四分律 就叫四分律的遗鬼得戒 五分就要五分 说一切有就要说一切有的戒施 以及他所说的遗鬼 戒施也不能混淆 不能四分律的戒施 跑来替五分律的人受 五分律的随行不可以 那说一切有不的人 跑来替四分律的人受戒 也不可以 这是声闻律 明白有规定 但主师没解释为什么 我解释 我这个解释呢 第一次在2006年 200不是200 我还在南普陀 错错错错 1999 98 96 97 大概在97啊 99几年 我在印度的这个 这个 那个 达隆沙拉 就是 西藏流亡政府的 所在 达隆沙拉 是印度割出来一块自治区 给达埃喇嘛用的 他对印度对达埃喇嘛 非常的礼遇 那 达隆沙拉 在场 我们开了一场 借师 律师 四大部 红白黄花 跟汉船 我们为代表 台湾为代表 那么过去 那时候大陆佛法还不兴嘛 我们去 就算兴现在不可能 他们也不可能去 那我们去的时候呢 我当场就说了一件事 我说你们问汉船佛教的 比丘尼 戒法 才在不在 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说法 你们也可能接受或不接受 我觉得这都 我们都尊重 汉船佛教都尊重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告诉主委 你们藏船佛教呢 是说一切有不虑 当年呢 这个藏王 赤松弄战 就曾经问过 阿底侠尊者 搞过来说 阿底侠尊者就曾经问过 赤松弄战 说你要受哪一 你要重传哪一种戒 因为 达埃喇嘛是皇教的 恰恰就是那个 阿底侠后传旗的 后红旗的人 莲花生是前红旗 那他是后红旗 所以他问了这件事 因为莲花生 那个时代的戒律 就没有不脏了 所以他重传一次 阿底侠尊者就问了 赤松弄战说 那到底 藏王 应该是赤松弄战 我没记错的话 是这样 汉帝的翻译是这样 他说你要用哪一种戒 我是受大众部 但是我也能够传 你要注意听 我有两个传承 我也能够传 所有切有部 那藏王就问说 那有什么分别 他说 所有切有部更严格 我行菩萨道 那个什么 阿底侠尊者是大圣人 他有108寺院 是他的 他做挂名住址 挂名做住址 所以他就说 我受的是大众界 大众部的 我的四分绿界也是大众部 他比较接近大圣的味道 那藏王就说 这样喔 那那那你来 你来传说一切有部 我们藏人 很狠 很狠 然后那个外道 我的外道武功高强 我要用更深奥 不 更科一点的戒律才可以 然后等下说OK 他就受了 说一切有部 那我当时 我把这历史 我也带了一下 我说 现在尊者在场 大海喇嘛在场 那所以我提醒诸位 就算你们接受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是说一切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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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达玛达 达玛达 达玛达就是法障部 就是我这个名字 叫法障部 达玛 达玛达 达就是障 达玛达就是法 法障部 就是我们法障部 法障部是大众部的戒 戒体呢 是非色非心 那么诸位呢 西藏的根缩有部戒 戒体是设法 就算往汉传佛教的比丘尼 清净到 如白雪一样的白 也没办法做你们的戒施啊 所以你们来询问 汉传佛教的比丘尼 戒法还在不在 我们当时还在 就算你们也接受还在 那难不成以后比丘尼戒 你们的比丘尼受的戒 都是汉传的戒 就跟你们藏传无关了 那你们也就是说 诸位大喇妈们 你们的收的女众徒弟的戒施 统统是汉传的戒施 那除非你们接受 不然问我们汉传 比丘尼戒法 传承在不在 对汉传 对藏传来讲 你们注重你们自己的传承的传承的话 这不同传承啊 当下我讲完这个的时候 下面有一位 宏教的律学代表大师 他说 对啊 原来是这样 这个会议根本没意义嘛 我说也不至于没意义啦 但是可以讨论一下 大喇妈听到了 后来呢 后来 整个藏传 并没有所谓藏传的比丘尼戒 没有啊 都是什么 都是跑出来 什么到汉传的 什么哪个山哪里去授的 他告诉你说 如果他穿的是 是藏传的衣服的比丘尼 然后他告诉你说他受了比丘尼戒了 那不会是在 藏地里 当然也有那些例外的情况 例外的情况是什么状况 就是说 我猜啦 就是 有他们的师父 不甩我说的这样 管你的 反正我就把你受了 然后你就当做有 这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他的师父也受过北传戒 汉传戒